小偷胆大包天 居然把歪腦筋 动到神明身上来了 光复乡一名信仲 前往大同土地公庙击败时 赫兰发现土地公神像 召窃不翼而飞 立刻报警处理 而凤林侦察队与光复分住所 立刻成立专案追查 最后在五个小时内 逮到小偷 并且顺利找回 被偷走的土地公神像 看到他的脚就是 全身都很黑 然后很脏 然后应该都讲说是落难的 看见土地公脏无回损 以为是落难神明 在未告知庙方的情况下 就擅自将土地公神像请走 庙方人员发现神龛上的土地公不见了 也傻眼立即报警 凤林侦察队与光复分住所获报 也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 并调阅附近相关的监视器 迅速锁定停在庙前 这一部普通重机车的驾驶人 人设有仲嫌 进一步追查 就在临近的凤林镇 找到了遭窃的土地公 你拜什么 你拜什么 经在场人理性民众同意搜索 发现失窃土地公神像一尊 经被害人到场确认无误后发缓 并通知 机车驾驶人理无两前当案说明 徐等军坦诚犯行不会 全案依窃盗罪 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凤林分局表示 神明失窃在记录表上 或许只是一件普通的窃案 但对李明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远警积极侦办 窃而不舍 不仅将偷窃的李姓 与无姓两名男子逮捕送办 也顺利将失窃五个小时的土地公 给平安找回发还归位 让土地公继续镇守春戒 消灾解恶 记者时遇览光复采访报导 永远